哈喽大家 我们在二手市场上购买包袋的时候 真伪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除了真伪之外 我觉得橙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橙色并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这个包是全新的 或者是在某一个水平之上的 实际上大家的需求还是比较多元的 有一些朋友们是给自己的家人购买一只合适的二手包 然后用起来也不会心疼 日常去买菜去逛超市都可以陪伴的这样的一只包袋 所以每一个橙色的包袋其实都有它的市场 那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 就是我们怎么去分辨它的橙色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不能只听商家的一面之词对不对 我们在拿到一只包袋的时候从哪些方面去入手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我们看到一只包的时候 首先会看到它的包型对不对 当它空包的时候 我们把它打开看一下它能不能站在那里 这是检验包型的一个方法 有一些包型已经变形比较严重了 具体体现就是它的皮革部分已经有非常多的变形 比如说里面很明显以前存放过方方正正的东西 一个大方块 然后比较重的东西 使得它的皮革已经向外撑了 有一些地方已经骨包了那种感觉 另外它的龙骨的部分还能不能支撑它的包身的重量 有一些包袋放在那里就已经躺在那了 就是底也是触地的 然后肩膀也是触地的 那这样的包型呢 大家就要考虑一下自己能不能接受了 关于折痕呢 Togo皮其实是比较能够吸附折痕的 就是它的正常的像这样的弯折是不会对它的皮革造成什么影响的 会造成影响的皮革像box皮 像光面马鞍皮 它本身会比较有韧性一些 如果像这样弯折之后呢 会留下一些痕迹 这样的痕迹都是比较影响它整体包身的形象的 那另外呢比较怕折的就是Epsom皮像一些外缝的Epsom皮 哪怕是内缝的Epsom皮 如果有一个深深的折痕的话 大概率也是会给这个包袋减分的 在一只新包使用过程中 一般来说最先磨损到的地方是它的边角 不管是薄金包还是凯利包 我们拿到它的时候就看到 其实最突出的就是外面的这两个角了 那里面的角落呢也会因为这样使用产生一些摩擦 会对它的颜色涂层产生一定的影响 遇到边角有磨损的包袋 大家也不用太过担心 边角也是可以补色的 边角是最容易出现的 也是最先出现的 一个边角有磨损的包袋 并不能说它就是非常旧的一只包袋了 我们还要继续往下看 比如说它的其他的突出的位置 像这些突出的位置 最先磨损的是它的缝线和边油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 缝线边油颜色都是消耗品 都会在使用过程中逐渐的消耗掉 我们看它的消耗的程度 就知道它的实际的使用程度如何 比如说我们看到这只包袋 左右两边各有三处比较突出的位置 这三处比较突出的位置 最突出的是它的缝线 所以如果重度使用 或者使用时长也比较长的话 它的缝线是比较容易 断那么一到两帧的 更长的使用时线 有可能让每一边都缺失六到七帧 我们之前遇到一只薄金三菱 它的两边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就是每一个突出的地方都有缝线的缺失 在检查边油的时候 我们把包袋敞开 我们基本上能看到整个边油的部分了 我们看一下边油的缺失 大概是10% 20%还是30%甚至50% 基本上不会太遇到50%那样的磨损 还在流通的 一般来说我们拿到一只新包的时候 它的边油还是比较完整的 我们把它作为100%的话 像这只包包的话 我会觉得它磨损的程度大概是20% 不到30%的样子 其实在里面看到山羊皮和它结合的部分 这种缺失会更加明显更加突出一些 毕竟是带口 在使用过程中对它的消耗也是比较大的 在检查边油的时候 要留意其他两点 一个是手柄上的边油是不是完好 另外就是小袋子上的边油是不是也缺失了 所以这些部分都是我们要检查边油应该要看到的地方 接下来给我们提供线索的是内里的痕迹 山羊皮有一个特点 就是它的压痕是不太容易恢复成之前的状态的 因为这个特点 我们也通过它来了解一下这个包包实际的使用强度怎么样 这个包整个底部通过不同角度的反光也可以看得出来会有一定的痕迹 实际上这样的痕迹并不是特别多了 我会觉得这个包可能正常使用三到五年都有可能 甚至五年六年差不多也都是这样的压痕的程度 但我们在做内外的检查的时候 不要忘了还要检查一下有没有外来的污染 比如说比较让我们头疼的就是圆珠笔的油对不对 有一些朋友们需要带笔 那墨水也好或者是圆珠笔的油也好对里面的污染是比较难以清除的 接下来可以参考的一个元素就是它的五斤的痕迹了 如果包身其他部分都ok那五斤的程度你满意吗 像这个包包我觉得它的五斤反而是和它的包身不是成正比的 就是它的五斤还不错 但是包身边油也好缝线也好边角也好都显示出比较重度的使用了 所以这个包包基本上我会判断它在使用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去用 如果这样用的话 每次拉开的时候这两个五斤都会互相伤害 使得这个金属片上会有比较严重的这种横向的拉丝的摩擦 不太容易被我们留意的就是它的手柄的状态 如果是一个包袋它盛装过非常重的东西 就好像手柄被用力拉开了一样 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它的整体的结构是不是还是完好的 比如说我们看一下它手柄和包身连接的部分 有没有一些断线也好或者破皮也好 或者皮革被撑开被拉开的这样的情况 再结合手柄上的缝线和边油 我们基本上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包袋之前ok没有遇到过比较重的 它难以承受的情况 目前来说这个手柄还是比较健康的 如果一个包袋我们没有看到食物 我们通过图片和视频已经看过了包身的刚才所聊过的这些位置了 不要忘记要问一下这个包包有没有异味 这样的情况不多见 但是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多问一下 如果是香水味有可能香水泄漏在里面 然后它的气味还迟迟没有挥发掉 还算好吧 至少它是香味对不对 如果是一些烟味或者是其他的异味的话 我觉得这个包袋被隐瞒 然后拿到手上就会觉得让我们很不开心 对不对好像被骗了一样 所以综合今天所聊到的这些细节 大家可以简单的入个门 如果我们未来在遇到每一只二手包的时候 都注意去检查这些位置 那整体自己会对它有一个衡量 像这样的包的话 我会给它大概八五成心这样的定义 只是一个参考的定义 大家可以定义一下 比如说自己喜欢的二手包 它的程度至少是在九成心以上 或者是九五成心以上 那什么条件让你觉得它有九五成心呢 什么条件又让你觉得它有九成心以上呢 所以今天节目到这里了 我们明天见 拜拜